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秀女团不仅可以为自己重新制造热度 而且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女团梦想 在最近的热播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中 又出现了一位敢说学员 对成团卫提出质疑 真的很符合《创造营2020》的主题思想 敢我就有万丈光芒 在《创造营》的第二次顺位排名发布中 教练说在A区的学员只有三位的名次上升 把第一顺位排名发布的前十的学员搞得人心惶惶 因为大家都怕听到自己的排名有所变弄 当教练在宣布排名第七是王义锦 在第八的徐一阳时 在第一次排名是第六的林俊宜 就说那我的排名肯定下降了 不出林俊宜所料她的排名是第十 在轮到她发表她的感言时 她说的话让不仅在场的教练震惊了一番 还让在场的学员陷入了思考 她说来到这里大家都是为了成团 但是对于成团可能会有同样的困惑 能站上这七个人的位置上 至少你能力要比我强吧 不强也可以 那你是不是要为这件事情付出的努力要比我更多呢 为了舞台我拼命练了11年 就是冲这个团的最强舞弹来的 林俊宜在创造营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出评级时进入了首发成团位 在主题曲评级中获得了主题曲C位 在创造101获得的等级评价是A 但是在创造101中是A班首个一轮游 为此黄子涛还感到惋惜 然而在创造营2020中虽然大放光芒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她 但她的镜头在创造营中逐渐减少 名词也在下降 因此她对成团位提出了质疑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站在成团位上 林俊宜在节目中也是很敢说的了 因为大多数人虽然心中会有疑惑 但只是憋在心里不会说出来 真的如林俊宜所说 她就是一个平时很随和的人 但是认定了一件事 就从来不会给自己留退路 林俊宜敢这样说真的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她来这里就已经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因为她是一个复读生 来到这里就要加倍地付出努力 才会变得更优秀 实现自己的女团梦 让更多的人认识她 林俊宜给自己最大的底气就是她自己的实力 所以才会提出质疑 才会为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实力加上努力 才会可能变得幸运 才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后面三公分组接连落选怪女孩着迷 林俊宜当场就哭了 尤其是怪女孩 徐一扬都说了 在这组要既能唱又能跳 结果留下了姚慧 贤安然张一帆 然后把实力最好的林俊宜投出去 抱团不必这么明显吧 排名靠前的连选择权都没有吗 明明林俊宜很适合这首歌 真是恋爱她了 我发现创造营2020三公分组真的很有趣 都在排挤实力强的选手 徐一扬组里把林俊宜票出去 新林组把陈卓璇票出去 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投票结果 都不敢把实力强的留在身边 一点也不考虑这个组合的演出呈现 就抱团了 看了快两个月还是第一期最好看 因为只有第一期是考实力说话 不少网友为林俊宜鸣鸣不平 看完这期我绝了 最适合的人票出去 不过你只是从一个差的队 到了厉害的队 好好练声乐吧 反向来想你最能出彩 路人跑来投票 一点一滴看在眼里 大家加油啊 一方面心疼心疼林俊宜 另一方面谢谢王毅锦 真的是情商很高的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林俊宜 在营里有点孤独 没有什么镜头不说 貌似也没有像田京凡 孙真妮他们的那样友情可以支撑他 哎 我成团名单里的小可怜 加油啊 等等 近几年的选秀综艺越来越多 观众的选择性多了 自然眼光也高了 从刚结束的《青春有你2》 到播出一段时间的《创造营2020》 再到此还播出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质量可谓是一层高过一层 但其中最失败的是哪部综艺 目前来看是《创造营2020》 那它究竟失败在哪呢 且从技术层面上的分析 一 公司底层基因有问题 爱奇艺和腾讯两家公司 做综艺本质上的区别是 管理制作核心团队方式不同 爱奇艺从奇葩树那一代 就开始自己去养自己的制作团队 即便后面因为奇葩说 马东米会出走了 但是他们的主流团队还是在的 而腾讯没有自己的制作核心团队 但是它是养一些负责整个项目的人 具体节目的制作都全部外包 外包给市面上最好的团队 综艺节目固然也看重拍摄剪辑技术 但最最重要的不应该是 看呈现出来的想法效果吗 连最重要的核心团队都外包出去 节目想表达的初衷真的能呈现出来吗 二 舞美腾讯很有钱 请的舞美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但很核心的一点 偶像团体里你的表情是很重要的 表演过程中 观众看到你的时间有限 而你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给观众留下印象 表情很重要 但在创造营里 很多时候看不到选手表情 反过爱奇艺 至少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很清晰的 创造营舞美设计的背后 光线环境过于复杂 不容易把选手和背景给包离开 显得整个画面太凌乱了 颜色光源太多 不突出选手重点 可以理解创造营是想呈现 精湛的舞台效果 但这种做法适用于成熟的艺人 可以让粉丝看到原本熟悉的艺人造型多变 从而新奇惊艳 但目前情况是素人选秀 选手们还没彻底被观众熟知 也没被观众记住 在这种情况下 你玩精湛特别的舞台效果 那就没人去记住每个选手的脸了 反观隔壁乘风破浪的姐姐 精湛特别的舞台效果就做得很好 让本就牢固的粉丝群体 重新认识姐姐们的另一面 从而越发喜欢自家偶像 三编舞 对于舞蹈 大多数观众往往是不专业的 他们分不清 到底哪个动作更困难 哪个动作更能凸显 选手的实力 但他们看舞蹈只在意一个点 有没有记忆点 一首歌的时间下来 不用记住全部舞蹈动作 但只需要有一个动作 能给观众留下印象 能让观众想起这支舞蹈 这就是成功的 爱奇艺里的舞蹈破风 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 它的高潮动作 给很多人留下了超深刻的印象 此细节 在Dance为止的比评中 理论上来说 选手是不需要在表演时候唱歌的 他们只要表现舞蹈就可以了 但爱奇艺做法是伴奏都是练习生提前去录好的 而腾讯是直接放的原唱 这样做的区别在于观众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代入感 会不会有一个整体的统一感 五 编剧和剪辑 任何节目都是有剧本的 只是多与少的差别 而且编剧才是节目好看的原因之一 如果编剧和剪辑到位了 那么这个节目就成功了一大半 另一半则出现在嘉宾身上 爱奇艺的编剧显然是非常成功的 前期非常出圈 余淑欣的表情包 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很多人都在翻唱 前就认为变成一个reader 甚至负面的冰青玉杰四姐妹也是出圈 不过因为太出圈 所以导致经常上热搜被骂 但有争议才有热度 反观创造营 就没有这些能出圈的梗在了 六 宣传重心放错 创造营作为一档选秀节目 过于关注导师了 热搜上都是关于导师的讨论 可以理解是想为节目增加声量 但同时就导致选手被关注的太少 观众大多数都奔着 粉导师去了 哪还会配合选手 会为他们投票呢 七 赛制 创造营的赛制保贬不一 他开头直接选出最强舞弹 最强倭靠 来去做一个battle 表示他们做输赢 这个是看得特别重 因为这是一个选秀节目 你节目要做的一切的 呈现都是为了让更多观众 去喜欢上更多的训练生 喜欢更多的选手 而在这么强调输赢面前 每一个选手都只剩下 单维度的专业能力的展示了 形象没有做好 优秀的修炼生没有被大家记住 因为赛制上取消了每个选手 出来表演的机会 当然创造营才播了没几期 后面是否有变化 谁也说不一定 而综合上述几点 这些问题不单单指创造营 这一个综艺 所有节目都是适用的 技术流上的各个方面 综艺节目不一定都要做到极致 但至少也不能犯错太多 导致无法挽回 好的综艺还是得把观众感受 放在第一位 林俊怡创造营2020最新排名是第十 距离出道位还有一段距离 创造营2020节目组 好像也不怎么给他镜头 现在又疑似遭到排挤 大家觉得林俊怡可以出道吗